蔡小虎 而有猪肉王子的称号 听娱乐八卦聊明星故事 就在娱乐白小生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蔡小虎的故事 1991年5月 蔡小虎于台视五灯奖的歌唱项目 你难与歌唱比赛一一曲再会啊 港都取得五度五官未免成功 同年在歌林唱片发行 首张专辑往事甭提起 1992年 获得第四届金曲奖最佳新人奖 1993年 1996年 1997年 2001年 2003年 2005年分别以心所爱的人 爱人最落去 爱你无罪 赌情博爱 一生只有你 思相知六度入围金曲奖 最佳台语南歌手奖 秀场天王蔡小虎与台语情歌天后龙千玉 因对唱多首情歌 多年来已培养出深厚感情 三十多年来绯闻不断 这对秀场CP睽違五年 再度携手于真爱秀蓝宝石大哥厅同台合唱 蔡小虎说 我和龙千玉的合唱总是让歌迷难忘 我想观众应该是感受我们在舞台上互动真诚 不虚伪做作 龙千玉也兴奋表示 每次和小虎歌同台合唱情歌 歌迷都会瞎起哄的要把我们送作堆 尤其是每次合唱曲有设计pose 就是小虎歌很豪气地把我揽在他怀里 台下粉丝就会非常开心 会开始鼓噪 现场会呈现把我们送入洞房的欢乐气氛 之前报道龙千玉 蔡小虎两人半夜亲密出游吃冰并公开搂腰 歌迷敲碗两人在一起 问及两人是否日久生情 龙千玉说 之前这个绯闻一定要来邓卿说明一下 当天活动结束后 小虎歌提议去西门挺吃冰 我就答应了 不知小虎歌为何会揽自己的腰 但要澄清两人是兄妹情 但不是恋人关系 龙千玉接着说 歌迷会有这种期待应该是入戏太深 被我们两个合唱情歌的氛围所感染 让大家很有共鸣 我们两人的身材 年纪 颜值也很素配 也因为这样的关系常被朋友凑对 蔡小虎分享 为了这次的真爱秀兰宝石大哥厅 开始启动养嗓计划 就是 琴赫自己煮的鱼腥草及蜂蜜 让嗓子保持最佳状态 他说 这次的活动让我有感于秀场文化 因为在时代的变迁下早已被淘汰掉 但高雄流行音乐中心赋予新的生命 也是将高雄在地化的特色更升级在打造 因此非常期待演唱会的到来 真爱秀兰宝石大哥厅这种 梦幻卡丝绝对是空前轰动 票房也即将完售 要提醒大家抢票要快 其实 蔡小虎跟龙千玉两人绯闻已经传了多年 两人多次合唱情歌 也在演唱会上互相当对方嘉宾 不过 却始终没有互相证实来电消息 5月2日两人受邀台北松山祠会堂小巨蛋演出后 一同夜游西门挺吃宵夜 被媒体捕捉蔡小虎也回应此事 认了两人间有约定 据报道 蔡小虎与龙千玉相识合唱多年 过去龙千玉妈妈与歌迷也多次期望两人在一起 甚至两人也多次被问有没有机会在一起 但两人都笑笑回应 却在演出后被发现一起到西门挺吃兵 被问是否成功来电 蔡小虎则回应是这是一场美丽的错误 蔡小虎回应表示 不过她也承认与龙千玉有个约定 就是要一起开演唱会 而龙千玉过去曾有一段 与曹西平哥哥曹南平的婚姻 但不到七年就离婚 之后因为儿子与女儿发生意外 让她一度封脉 后来才振作重返歌坛 2013年9月22日台北消息 蔡小虎曾举行出道22年的处女唱 众星拱乐演唱会 现场座无虚席万人朝圣 蔡小虎唱得尽兴 数度哽咽 成为台语男歌手中第一个登上巨蛋开唱的歌手 写下记录 演唱会的庆功宴上 蔡小虎为首次巨蛋开唱打85分 直说尽力 未来还会更努力 主办单位还送上三层蛋糕 蔡小虎开心的欢度55岁生日 蔡小虎说以前在南部长大 家人工作忙碌 正确生日无从得知 但据母亲说生日应该就是9月21日 很巧合的是生日当天又是首次开唱 深具异议 蔡小虎还在当日说 今天巨蛋开唱这样的场面 这就是我要的 今生可说不后悔了 而演唱会圆满成功 完成最大心愿 蔡小虎说现在很想回家独处 好好地放声大哭一场 蔡小虎还说 在演唱会上 其实一开始我就想哭了 只是我一直控制着 因为只要哭了 我就无法再唱了 因此直到有粉丝自台下一直喊我名 才忍不住的眼泪小小溃滴 蔡小虎还曾为了演唱会结实运动 而今她却笑说要放纵几天 而且为了演唱会最爱的 百清歌有半年没打 因此打算先拍完鹏恰恰的电影 近日将计划非日本玩百清歌一劫手引 庆功宴上演唱会女神嘉宾龙千玉 张秀卿也出席 龙千玉还说 站上巨蛋演唱 我都小路乱撞地紧张 而问到有没开唱计划 龙千玉直说 我们一身胡打了 不过有单位邀约在规划 而演唱会上的短裙白礼服 首次秀眉腿好身材 龙千玉笑说 这已经是自我突破的极限 张秀卿则直说 跟小虎很有缘 一路走来 我们很爱斗嘴 说笑 看到她巨蛋开唱 我比谁都开心 另一位女神陈美凤在演唱会上 一袭缕空薄纱有胸贴的礼服 随即在台上请蔡小虎帮忙 换装成超短裤 陈美凤的性感每番全场 秀场女王陈美凤说 很久没穿这么性感了 为了好友蔡小虎真的拼了 站在升降台升至三层楼高 陈美凤直说 很紧张 怕摔倒 让人惊艳的的陈美凤说 现在年龄只是个数字 只要身材把握得住 做自己最重要 很满意现在的自己 又说单身许久 目前心情轻松 喜欢现况 不急着找伴侣 陈美凤说自己是慢热型的 如果遇到有缘人 首要条件是能融入自己的生活圈 接受她的好友们 生活才有互动 从朋友开始做起 这样的伴侣是她最期待的 今年62岁的蔡小虎 适逢出道30周年 被问到是否有计划 蔡小虎笑说 今年先让年轻一辈来出头 也特别出席歌手 蔡佳麟的演唱会记者会 并以虎霸来自称 也透露 今年将会成为蔡佳麟的演唱会嘉宾 不只要帮儿子 还请来女儿南台湾购物天后 乔佑一起来站台力挺 被问到近况 蔡小虎笑说最近终于瘦了 过去有好一阵子 因为贪吃所以胖了 也透露自己从74公斤 瘦回正常的体重70公斤 虽然幅度并不大 但蔡小虎笑说这样拍照比较好看 不然之前脸很圆 此外 难得答应担任演唱会嘉宾的蔡小虎 则表示 从蔡佳麟身上 看到刚出道时的我 她不怕吃苦 有理想冲劲 因此 当她向我提出邀约时 我立即回 没问题 干儿子 我永远挺你 提到拜蔡小虎为干爹 蔡佳麟说 当年在选秀比赛 曾多次演唱蔡小虎的金曲而未免 叶儿与小虎哥熟识 小虎哥很关注新人 给我许多的建议与关心鼓励 像父亲般的叮咛 让我感受到无比的温馨 某次到他家做客 小虎哥笑说 看到你就好像看到儿子 两人因而投缘 因此就拜为干爹 这些年来感谢小虎哥持续的打气 我才能走到今天 而在5月25号 媒体还曝光了龙千玉的最新采访片段 从其采访中 不难感受到他面对生死的豁达 以及这其中的无奈 据了解 现年60岁的龙千玉 曾演唱过诸多经典的歌曲 被誉为情歌天后 这其中包括 《真心只爱你》 《幸福之恋》 《疏人不疏镇》 《第三杯酒》等等 另外他的妹妹江志梅 与弟弟江志平 都是圈内歌手 虽说演唱生涯足够优秀 但他的个人生活以及身体健康 却充满了艰辛 据悉 龙千玉22岁的时候 便选择与知名艺人曹西平的三哥曹南平结婚 婚后育有一双儿女 生活平淡 但却充满了幸福 然而这段感情 却并不被外界所知 后来因为彼此性格的问题 没有度过七年之痒 直到12年 29岁女星曹春龄被发现猝死 这才揭开了她的身份之谜 原来她就是曹南平和龙千玉的大女儿 女儿去世之后 龙千玉一度陷入自责 沉痛的打击 让其整整封卖九个月的时间 不过为了妈妈 她选择坚强 然而命运并没有眷顾她 儿子曹永利在澳洲发生严重车祸 后来又不幸坠入谷底 索性抢救成功 22年前 龙千玉意外发现 脖子上长了一个花生米大小的异物 后来经过诊断发现 是假状腺癌 好在手术非常成功 经历这么多的磨难 龙千玉也是心有感触 并说道 人生无常才是正常 对于生死 她也早已看淡 尤其是身后事 目前她早已安排妥当 买好了保险以及塔位 塔位的数量总共有10个 这10个塔位 目前已经用了4个 分别是爷爷 奶奶 爸爸和叔叔 剩下的6个 则是为家人做准备 虽然说起来不吉利 但总归要面对 这也是龙千玉 为什么看淡生死的原因 龙千玉表示 希望家人以后都能够在一起 至于塔位的位置 龙千玉表示 谁先走谁就先去选位子 看你要在哪里 历经生活的打击 龙千玉的心境也是发生了变化 尤其是对家人的态度 这也是她 为什么在近段时间 出资百万与家人合伙 做保养品的原因 其实明天和意外 真的不知道 哪一个会先来到 珍惜当天的生活 才是对生命最好的尊重 这里是娱乐百小生 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所有内容 喜欢视频 别忘记点赞关注 也期待你在评论区的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